以色列杀了那么多的人 以色列这种种族灭绝的行为 21世纪的这种与整个人类文明为敌的这种大屠杀 美国人为什么要为他背书啊 为什么无条件绑定以色列 我上期问各位讲了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那个团里边的一个人 她这个故事 她被当地的一个以色列妇女认定为骗子 人家把她挑出来 为什么呀 这里边有宗教上的差异 犹太人认为 弥赛亚是救世主 是拯救以色列的先知 或者换句话说是具有先知身份的国王 按照以色列人的说法 我们倒了八辈子没了 我们被埃及欺负 我们被巴比伦欺负 我们被希腊欺负 我们被罗马人欺负 我们后来又被德国人欺负 世界上很多国家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以色列那个高官 那恨不得把澳洲国家全数了一个遍 都欺负你们 为什么他们都欺负你们 这事咱们另说 那反正以色列人认为 我们太哭了 我们漂泊世界这么多年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 上帝派遣一位 能够真正拯救我们的人走出苦难 应该像大卫那样 是一个有作为的国王 所以他们就天天盼着弥赛亚降临 去过以色列的朋友肯定知道 在那个山上下着望远镜 然后在那儿了 大家在那儿等着 说一次又一次 以色列人坐到山上 就等着弥赛亚降临 甚至有鼻子有眼 说哪天下午哪天黄昏 就在那儿等着弥赛亚就来了 那个小山坡我去过两次 看那土包 我觉得那就是以色列旅游一个打卡点 在我们外人看来这不扯淡吗 你这要打造五位级景区 你忽悠人吧 别这么吓 以色列人在流点五星级景区的忽悠上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角度 但不见得对 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 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深刻的宗教的意识 这个就是犹太民族的弥赛亚意识 我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说的12345 第一犹太教是民族宗教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教的国家 在犹太教徒看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 这没有意义吧 我说这就是历史 第二条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上帝要拆遣弥赛亚 使命就是拯救犹太人 这条就不能说历史了 只能说以色列人的集体的意识 那犹太人都这么认为 第三条 我们要脱离苦难 我们要脱离外邦人对我们的压迫 这是犹太人强烈的内心需求 那个被描绘成飞过来的弥赛亚 或者是以任何方式突然降临的弥赛亚 不管别人的事也不救别人 就是来救我们的 来救我们犹太人的 这都是犹太人的事 第四 后来不是出了一个人叫耶稣吗 耶稣出现之后啊 犹太人分裂了 因为有一部分犹太人认为 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是犹太教的全面阶层和主流社会 他们不认这个账 他们说他出身也不对 那长现也不对 那他怎么能是弥赛亚呢 他不可能啊 应该是个国王啊 然后他们找个茬把耶稣给弄死了 这大家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 第五条 这个犹太信徒啊 虽然他们也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呢 这个宣传跟以前犹太人的说法不太一样 他们可都是宣传说 上帝也爱我们啊 也爱你们 爱所有人 就是把原来专属于犹太人这个爱 然后呢 上帝爱所有人 everybody 上帝都爱你们 犹太教的地位被颠覆了 犹太教信徒不高兴了 我们的米赛亚 只爱犹太人 你现在怎么可能谁都爱呢 对不对 打起来了吧 哥们要玩戏 杀老太和阿青嫂打起来了 第六条 在他们局外上看来 你们信的东西差不多呀 不都信耶和华吗 哪知道 您可千万别以为 他们信的东西一样 哪知道内部的冲突 比外部的冲突 都要来的剧烈 要不然我们那个访问以色列团里面那个拿着圣经到处拍照片的哥们不至于被人以色列妇女揭发出来 直接说他是个骗子 所以大家应该理解啊 犹大出卖了耶稣啊 耶稣就被定义为骗子和伪先知假先知 假大师 我跟你说的这就是简略版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核心冲突问题 好了 现在我说正题了 再经过若干年的上千年这种调整啊 匹配啊 包括自适应啊 流血冲突 那些犹太教精英表面上 看在上帝的份上 看在耶和华的份上 不再对耶稣说二话 那后来有一些精神以色列人 已经化做了一个叫做犹太资本 而且犹太资本呢 多数情况是以人格化的资本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这个东西犹太资本和人格化的犹太资本 密密麻麻渗透到了全世界 包括渗透到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 啊 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不但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而且水淫泄地一般控制了美国 那好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想想大家再来理解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你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了 容易搞清了 为什么美国政治精英集团 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冒天下之大不韪 和以色列做全面绑定 以色列杀人杀到这种程度 杀人杀到手抽筋啊 眼睁睁三万多人 一万大多啊 甚至两万妇女儿童孩子 婴儿病人 炸清真寺 炸学校 炸联合国车队 炸记者的采访车 联合国工作人员被杀了一百多 记者被杀了一百多 大家想一想 如此道经历 是美国为什么要和以色列绑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原因 人家弥赛亚情结 知道吧 即使以色列右翼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 已经打个比方 比当年的小胡子升级了 升级为大胡子了 拜登政府依然小心翼翼的帮助他摸胡子 就坚决和他站在一起 为什么 告诉各位 因为人家有弥赛亚情结 我们没有这种文化的基础 我们理解他们有一定困难 我也是很长时间 我在想明白这件事 我说的对不对 欢迎各位行家来批评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